沉睡三千年树醒惊天下 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 最近在三星堆 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 在这一次发现之中呢 造型各异 前所未见的神兽们 是让人们大开眼界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 请到了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 孙华老师 你好 孙老师 你好 主持人 我们最关注的八后坑出土的 这件有利人的青铜神兽啊 应该说是在这八个坑里面 体积最大的一件 据说它的高度有一米一 首先第一感官啊 很萌 很萌 因为它源头源脑的 这件器武它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看这件青铜器 首先我们觉得 它的脑袋是特别的大 对 相当的夸张 和它的身体 好像是不匹配的 它的身体 并不是太粗壮 实际上有一点像 龙蛇一样的弯曲 对了 四个腿 又粗又短 而且蹄子这一部分 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 对 它的尾巴 好像不是长在 通常动物的那个位置 而且尾巴 也不像一般的 瘦肉的尾巴 它有点分叉 好像是一片羽毛 像咬的尾巴一样 这个兽 它的脑袋 也很特别 它的头上 有两个非常长的耳朵 像兔子 它的嘴 前面还有应该有一个嘴尖 但是嘴尖 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它这个嘴这个位置是残破的 对 原先可能还套了一个其他的什么物件 这个嘴尖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认 总之 它是一个大的贬嘴 但它上面为什么占了个人呢 这就是最特别的 这件铜兽 它的头顶上 相当的宽平 然后摆了一个座子 桌子上站了一个丽人 站了一个铜人 穿着相当华丽的服装 感觉穿着礼服 对 或祭司的那种衣服 这个服装很像是二号坑出土的大同丽人 对 大同丽人穿了三层衣服 是一个古老的法服 这是祭司礼仪式的 在仪式上穿的服装 对 它下面的一个座子里面 还跪着一个人 对 这个跪着的小人 同样服装 同样姿态的人 我们也在以前的三星堆的文物上可以看到 好比大同神术 那个二号大同神术下面 就跪了三个人 像那个同神坛上面 也跪着成牌的人 也是这种形态 我想他是要利用这个神兽 达到从地上到天上 或者是就是跨越人和神中间这个距离 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们说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对于这个神兽是有描述的 比如说孙悟空要进入海里边 他要骑一种兽叫避水金兽兽 说骑着进海的时候 海水自动分看 所以是不是这其实就是 古蜀国人想象的这个坐骑的概念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 可能有这样的功能 所以他才把现实中不同的动物 把它拼合成一种不存在的动物 这种动物是什么 有的学者推测他可能是以大象为主 集合其他动物的一些特征 组合成的一种神兽 不过呢 他的身躯好像太谦细了点 这哪有这么瘦的大象 还是不太像是一个大象 并且他那个嘴尖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结育着一个象鼻子吗 哎呀 像鸭子 我个人觉得有点像鸭子 对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 古蜀国的一些神话传说 那么古蜀国 他的王室最早是蝉虫了 蝉虫嘛 然后是 动物 然后是白罐 然后是鱼符 白罐 罐字就像一个大眼睛那样 对 鱼符就像一个鱼鹰 或者是野鸭子 那么鱼鹰或者野鸭子 他的嘴巴就是扁的 当然鱼鹰会下钩 鸭子不下钩 到底他的嘴是像什么样子 要等到复原了以后 对 今后找到他的嘴尖 拼上了 我们才知道 对 现在对他做这样的定义 还为时过早 我们再选一件 还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叫猪鼻龙 我们看一看 这个也蛮逗的 这个应该是 首先是上面的 像刀一样的 那个位置是什么 它那个前端 好像已经断了一点 但是不像是耳朵 像是一个脚 这个脚向前勾 那就是一个独角兽 它的鼻子比较长 所以说大家细成为猪鼻 对 它的下额骨 好像跟我们看见的 人的 那个脸的下部 或者是瘦的下部 也都是相似的 就是牙齿好像是露出来的 也能看见 眼睛是凸出来的 它应该不是完整的 我觉得 它好像像柱子 它身上 还有一些 就是突出的 环 环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应该是挂起来的 它不应该是一根柱子 因为柱子应该比较直 这个还是有一点弯曲度 弯曲的 有弯曲度 还是有一点弯曲度 我们在三星堆的铜神术 就是一号大铜神术上 就挂着一条头朝下面 尾巴朝上面的一条龙 而在三星堆二号 可能复原的一条蛇 一条铜蛇上面 两侧各有四个环 可以把它挂在房子里面 或者是神术上面 这样我们这次 从三星堆里发掘的 各种各样的器物 都不能简简单单的 从个体或者独立的方式 去看待它 当时的三星堆人 他们已经有比较复杂的思维 已经构理出 相当复杂的宇宙空间和宗教思想 在古代的神话里面 有一个大神叫做祝龙 又叫做祝阴 他的形象是人手蛇身 或者人手龙身 他的眼睛也比较特别 眼睛一睁开天就亮了 眼睛一闭上 天就黑了 因为这些相当于掌握了光明 这是太阳神才能具备的 所以像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有祝龙祝阴 而这个字 恰巧就是一个火 一个蜀国的蜀字 所以是不是这些龙 也和这样的神话 或者类似的神话 有关系 还有待研究 接下来带您走进三星堆 新发现的四翼神兽 我觉得三星堆的很多文物特别有意思 就是首先它的气形 用大家的话说叫奇形怪状 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而它的想象力之丰富 又让大家觉得 这真的是我们的祖先 在几千年前 能够想象出来的图形和样式吗 三星堆人 它并不是凭空而想象的 他们基于现实 并且还基于一种文化传统 在更早的长江中游地区 距今可能近万年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 把太阳想象成有 已经有很复杂的 那种白桃艺术 它经过了这样几千年的传播 传承不断地复杂化体系化 到了三星堆这里 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 对 所以我们在战国甚至汉代 山海军淮南子 等文献里面 或者楚词等文献里面 所能看见的一些神话 一些动物 一些人物的造型 在三星堆已经出现了 那我们再说最后一件神兽 我觉得这个是巴掌大的 叫四翼神兽 是吧 我们看一看 它跟我们前面看见的几件神兽 嘴尖掉了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兽头 刺牙裂嘴 但是它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它的前后的走关节部分 都有一个翅膀 所以我们称之为四翼神兽 那么这种戴翅膀的神兽 在我们这里叫什么 山海军淮有很多的戴翅膀的动物 但是都跟它不太像 那么像什么 我们在楚词里面 有这样的一些诗句 曲源 他想象自己在天上翱翔 他一会儿到了冬极 太阳升起的地方 一会儿又到了西极 太阳落下的地方 在这个天空中往来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人 他有前面 有动物 后面也有动物 跟着他 所以他在诗里面 他说是后面有飞飞连 这样一个动物 所以我想 这个动物 这个童气虽然小 但是他把我们四川 跟中原的一些古国 甚至和域外的一些文明 都联系了起来 我们中华文明 在我们的形成过程中 就跟古人类一样 独立进化 附带杂交 使我们在自己的本土上 基于我们的农业文明 基于我们几千年 上万年的这样的文化 的一个独立的发展 但这个发展过程中 在不断的整合 我们的黄河流域内部 在整合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在整合 那么我们也在不断的吸收 外来文明的一些因素 使我们这个文明 它的技术成就越来越高 它的文化内容 越来越丰富 最后融会成了 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 所以我们总说 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 也许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了 这些让你觉得非常惊艳 惊讶 甚至惊奇的这些文物 但接下来 经过我们的考古的工作 我们的科研人员 我们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者等等等等 多方面的研究之后 也许会带给大家 更多的 关于中华文明多元玉体 关于古属国的 那些文明的惊喜